我和他结婚十年了 我现在在家做全职太太 我把最好的青春都给他了 可是目前 我们的感情却越来越大 我觉得日子过得平淡一点 不能说明我们感情不好 我是不太善于表达的人 但该为家里承担的 我也都做了 他在家很少和我交流 如果我多说他几句 他就要发脾气 做过很多过分的事 我现在不知道怎么跟他沟通 所以有时候就想逃避 我也真的很温暖 他总对我态度恶劣 我俩落矛盾的评理逐渐变多 这段婚姻越来越让我心寒 十年的婚姻让我心寒 掌声请出这一对 有请 男嘉宾王先生 41岁来自甘肃工程师 女嘉宾汪女士 40岁来自四川全职太太 来 多请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老妹 结婚十年 结婚十年了 怎么越过越心寒了呀 这日子 因为我是一个全职太太 我老公呢 她是在养家 但是她更多的时间呢 就是工作 工作 工作 回到家基本没有跟我沟通 我在家主要是负责带孩子 孩子是我一个人带的 家务也是我一个人做的 包括她的衣服 孩子的衣服 所有的那些打点都是我做的 但是我们两个人很少说话了 为啥不说话呢 因为工作比较忙 基本上就是没有时间在家里沟通 然后早上六点钟出去 然后晚上回到家就八九点钟了 所以基本上就很少有时间 那你们俩会吵架吗 吵架倒不是经常吵 大部分的时间是不说话 但是呢 如果要说话 就会有很多爆发点 比如说有一次我闺蜜嘛 她一定要我去参加她的生日会嘛 走的时候 我知道我老公不会做饭 也不会做菜 她什么都不会弄 我中午的时候呢 就把什么事都给她做完了 然后我走的时候 千丁住万顶主妇 结果回来 发现那些菜什么也没吃 还买了披萨饼 所以我当时就很难气嘛 我就问她嘛 我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当时是答应她要把晚上的饭热了吃了 但是小孩子呢 又要想吃披萨 但是小孩子才三岁 她不能吃那种添加剂的东西 所以我当时就跟她两个生气 我就问她 我为什么你要这样子做 但是她根本就不想回答我 就是一个披萨而已嘛 但是她给我讲道理 一个道理 一个道理 接着给我讲 我就受不了了 但是是讲道理 讲道理到最后她不想听我的呀 她就突然拿着包就走了呀 拿着包走了以后我就追她呀 她在停车场 开了一个车 跨了跨了就跑了 我在后视镜 就像那个谭剧一样 就使劲追 根本就追不上啊 之后她就走了 我就蹲那儿哭啊 我实际实在受不了 她不停地给我讲道理 那我就 李嘉初走 就逃离了 就先 但是到外面先去 她都走了五天呢 一个电话也没打 那我要回来 不是还是会这 你生气吗 不是你这五天去哪了 去外边留打留打 然后看传书啊 咖啡区去坐一坐啊 因为这倒是世界很大 想走就走啊 我当时对他李嘉初走 我很怀疑 我以为他有什么事 到最后他回来了 回来以后 他把他那个住宿的 宾馆的什么 给我看了 我其实有偷偷 打电话过去问 确实他住那儿 我才放心 因为我以为 他有别的什么事 我这有什么事啊 我在家里的 所有的存款 不都在他的卡上吗 对不对 那有什么事 存款在 心不在不在啊 我心也在啊 但是难以承受 他经常都是这样 能暴力我 啊